哈囉 我是蝦米 那今天要來帶大家 打這個挑戰 超級絕世武僧挑戰 那大家應該這個禮拜應該有稍微練習過要怎麼打了 好 那目前是打了一個12-1 那可以稍微看一下會碰上哪些卡組 那我先看一下這一套是我 算是東兵西湊組出來的 那他帶的是王子暗巫電龍 那我比較常看到的會是 像這一套他帶的不是暗巫 他帶的是鳳凰版本的 那這會是比較常見的卡組 那要不然就是果凍套 那也有像是帶了女巫暗巫這種版本的 這三種會是比較常見的版本 好 那我們就先來講幾場對局 好 那就先帶來這場帶的是雙女巫版本的對局 好 那打這個挑戰 因為通常你會帶一些偏重的卡牌 比如說像是王子啊或是電龍 所以你基本上是牌是慢慢出 不要馬上把你的費用打幹 除非你真的是要跟人家拚一波了 那這種時候你再把你的費用打幹 那這個模式可以特別考量的一個品質 通常大多不帶低調 所以然後尤其小沙沙又會特別多 所以你如果帶上女巫牢牢我認為也是不錯的 我唯一出的那場就是輸給蠱蠱蠱 好 那這邊就算正常解開了 那我右邊王子抽到的卡 加小電車電擊一下基本上就是 卡血就已經被我壓到非常低了 那這邊我們先下一個墓碑拉扯 因為不確定他到底想要怎麼接我的小骷髏 那小骷髏也不急再輸 等到他暗夜過河之後我們再趕快輸小骷髏 把所有東西都一次收掉 那這樣我們就賺了非常多費 那武僧後面跟暗巫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強勢的打法 因為對面毒藥解不掉 那過河之後如果對面想要再來接你的暗巫 你甚至還可以武僧放暗巫的血 那對面通常只會有一個小把術 跟一個中把術 中把術可能會有一個電路的小杯 那小法術通常就必須要留一個空洞 那這時候你暗巫的蝙蝠就會被你非常強 那不會你必須要靠電龍很簡單 但是電龍也 武僧也不會是你推遲 都會裹在手上的一張牌 所以暗巫我覺得在這個挑戰 算是蠻強勢的一張牌 那比起帶紅紅會更傾向一彈 那這邊就必須要把術給弄掉 那這邊我是稍微把術用打乾 因為對面的時間也不多了 所以我直接打乾之後我再做一個防守 並沒有太多飛在手上並沒有用 那他在我的電龍面前出這個就有點搞笑了 OK那這一套其實就也沒中 但我王子抽到塔的那一波 就直接把他的塔線壓到一千以下 基本上他就是無力回天了 好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這一場 打的是比較 對面是比較正貴的卡組 那我認為這張地獄龍其實就乾脆不要帶了 因為其實小電車跟 小電車跟電龍是非常多的 地獄龍帶了 太被限制到了 沒有什麼作用 好那可以進去對面的毒藥我們就好來做事了 那我中間也有嘗試過 把毒藥換成大電 因為會有蠻多的電龍 但是我發現這樣一台水費太強了 變成防守上有點無力 所以我後面還是用毒藥 那這邊我們就是 小電車再加個王子來解他 這邊都算是沒有什麼作用 那他看得出來他都很喜歡用毒藥來救護墓碑 那我們東西 像我墓碑之後就是 先等他毒完之後 我們再來出我們的會怕毒藥的東西 會比較好 那我們做一樣的進攻方式 我們一樣在武僧後面跟暗巫 那這邊我 那這邊我 不要稍微晚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還在說遊戲來解 因為小電車是破防的最多的 那就一起把他的電龍塗到 好那我們現在左右路都打到一個 不錯的 我發現算是打一個平均 好 那這個霍羅海就還是必須要做 我看就一起給他毒藥 對不對 OK 那這個王子主要其實是想要變點東西 反正小電車是夠緊的 好那因為他現在手法還沒有補藥 所以我才是把電龍跟迷迷都支在一起 那這邊我手法其實是沒有什麼好處解 他的那顆蛋 所以只能 稍微又再賣了一顆杯 那現在我 他打血右邊剩400這邊上 我們就會是先打 右邊 好小電車失誤了讓他王子 不過他趕快再補合 那被他王子再鎖第二下 那就會變得有點危險 那現在我大概就是 女生過去開個兩次技能 或是五次技能 然後再補一個毒藥 基本上就斬殺了 可以看到我們就毒藥直接先跟 然後五次開技能 然後直接再補爆就是斬殺了 好那我們再來看到 看到這一場是打的是果凍套 那果凍套他的打法其實就是 完全不了你他直接就是硬打一波 那其實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 要怎麼防守果凍的這種 無腦一波推進 那他的下牌是正確的 就是讓五身扛在前面 果凍在後面 那我們左路是沒有辦法去管 我們只能就這樣送掉 那我們先補毒藥 那當然是因為他這個 頭暴 交召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還可以這樣一下 但是基本上是小電車 很防守果 然後補掉 然後趕快把他的暗屋解掉 因為那個暗屋如果你是身邊的 那我們是先被他關進來 OK那其實這一場就是沒有什麼特別好看的 就是用毒藥來做防守 然後至少如果對面賭不要的話 你就是要再出別的牌 比如說像是出電龍 或是出一些別的解牌來解他的暗夜 要優先把暗夜跟暗夜優先解第二 第二再來是解天使 好那再來看一下 這場是對面比較不走全場路 他的卡組比較特殊 那我們算是打得有點難分難解 好因為我的水都是偏重 所以這個炸彈我們是不能去解他的 那這邊就是毒藥把他的射手扶掉 那他女巫下的位置就不是特別好 那我們趕快反彈看能不能把這個殺掉 OK那這樣打完我們是有點小賺 OK那這樣打完我們是有點小賺 好對面這個氣球跟我的墓碑其實是同時下 我這個墓碑當然只是為了要拉五神 我沒想到他會有什麼氣球 所以墓碑的位置 對沒有拉到球 那這邊我只能趕快再火牌 那左邊我沒打算賣掉 賣掉車 我只有櫃子小電車 加緊要把他放出來 那沒放過的話 就會變得比較危險 但當然他氣球如果要跟我打二塔的話 他也不具備什麼優勢 好那這邊就要 我們要一起把他的射手 因為射手已經開了 就不掉了 那可惜的是這一塔是不放不下 那我們就是找機會來推一波 那這個狂暴是我教了 有必要教的 好那要注意的是我們手上前四 算是三張被人家暗路的話 先手上被人家 那千萬不要一起把他除掉 在盡量氣球的情況下 那小電車最好的方法就是 左二又一 那這樣子會讓他的氣球也沒有辦法做進龍 那我這邊打算打一波他的射手 那女巫我看到 看到豬寶 我看到豬寶原先的時候 他在那邊的情況下 我就不知道他 好那我們這波做了一波算是蠻兇的場景 那也算是有打算不點優勢 那這邊我們再來慢慢撿他的 就好了 那這女巫還是要盡量給太空 畢竟我們這波並沒有幫他直接三張 那我們左路一個王子試探 那配上霍海 那這波我直接補足掉 那本來想說 讓 衝浮塔 讓 衝浮塔緩速之後 應該可以王子抽出 多抽幾下 那結果他直接也補了一個 狂暴下來 然後把我的火鍋還接掉 那但是我覺得算是多不錯的場所 那左路我們就直接把他的塔鞋壓到了前置 他或前的塔式無限的位置 那野火射手在這個挑戰 我認為有什麼能量 我會 女生可以直接派進一半的能量 所以是 不是非常強 那這邊他 算是最後他的嘗試了啦 但是我所有東西在所有情報下 他沒有火球 那直接 小電車 7個月上火小電車是直接無限 給他炸彈傷害炸一下 他也沒辦法 那現在在最後差距了 我們就直接再刷出兩個毒藥 不過去基本上就行 軟了 OK 那這一場就是這樣贏下來 好那總結一下這個挑戰 我認為比較強勢的一些卡牌 那像是 基本上我帶的 王子並沒有到必備 但是王子在 一些 解牌或者是你直接跟人家要換路 打一步的時候 算是還不錯的 那必要帶大概就是有三張牌就是 電龍 小電車以及暗巫 我覺得是非常強勢的三張卡牌 那還有這張狂暴 狂暴也可以換小閃 因為通常對面還是會有 骷髏海這種東西的 那當對面 當你沒有這張骷髏海 當你沒有這張狂暴 來解牌的情況下的話 那對面的骷髏海 就會變得非常賺匪 就像我剛剛 我一次一張骷髏海 直接解他的五身小皮卡 加上暗巫的情況下 好 那這個就是大概 這個挑戰的一些 講解對局 好 那我是夏米 如果大家有什麼 想要看的卡組 或者是推薦的卡組 要想要讓我嘗試看看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好 我是夏米 大家再見 拜拜